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 他死了 不用管 这种穷人的缠上最麻烦了 死了还能少赔几个钱 走了 救我 儿子 这种穷人的缠上最麻烦了 想报仇吗 这个世界竟然这么对你 我现在要赋予你特殊的价值 吃上点吧 大哥 别别别 这哪里来的富豪竟然给我一费 我都可以买套房了 抽药犯的 这是你来的地儿吗 赶紧滚出去 又来蹭空调的 烦死了 我是来存钱的 又来蹭空调的 烦死了 我是来存钱的 你能有几个钱呢 你还来存 快报警 干什么呢 这 这 这 你想要干什么呀 哇 这钱也太多了 存钱 办法吗 感谢您对我们本行的支持 我就存了三千块钱 至于这样吗 朱先生 慢走啊 干什么 上班 说你呢 赶紧走赶紧走 别耽误我们做生意 真晦气 那个 今天的房价是多少啊 三分一平啊 你们这个做什么 你又买不起啊 这地方可是城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 就你 全身上下有一毛钱吗你 赶紧走赶紧走 再不走我喊人赶紧走了 你往哪儿走呢你 说你呢 赶紧出去 这种地方可不是你这种穷鬼该来的 没钱装什么大头啊 再不出去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了啊 先生 先生 您想看什么户型 小政 跟这种人费什么话啊 直接叫保安 拉出去就行了 先生 您需要什么帮助 他要是能买得起房呀 我把头摘下来 给你当凳子做 哈宝大厦 多少钱一平啊 哈宝大厦 多少钱一平啊 你竟然还敢问写字楼的价格 说的好像跟你买得起一样 你这币装的大了点吧 多少钱 四分钱 这是我们市中心最好的写字楼了 就一共是两万平 总售价六百元 每户是二百到一千平 你想看几楼都不行 我先要了 我先要了 抓卡 啊 好 那我我我我现在就给你准备那个 小政 你该不会当真了吧 哎呀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接待客户啊 一定要看清楚 尤其像这种衣冠不整 不三不四的人 一定要心验资 这不太合适吧 六百元现金里入账 你们围在这儿干什么 哎哎哎 李经理 这位先生刚刚买了整座哈宝大厦 而且已经付了全卡 我正准备去准备合同呢 不算 先生 您跟我来 我亲自为您办理 请 请 到底是个年轻小姑娘啊 连杯水都不给您倒 真是一点人情事故都不讲 哎呀 那确实 毕竟啊 你的头啊能当凳子做吗 我呀还是喜欢你一进门那种 桀骜不驯的样子 你恢复一下 先生 这份合同需要您签字 其他手续最快两天完成 像您这样的大人物 平时一定非常忙 您看需要我们帮您全权代理吗 我要让他帮我办理 当然可以 不是 李经理 他是我领进来的是我的客户 您这样不合规矩吧 这 是 我一开始啊 确实是他带进来的 但是啊 既然我这个合同还没有签 是不是可以退款呀 放心 周先生 他已经被开除了 我 先生 请 来 哦 先生 慢走 昨天的事 要是是真的就好 周先生 你干什么事呢 客户都到了 你人呢 哪个客户啊 当然是海天集团郑总 你赶紧给我过来 老板 我这上班时间还没到呢 再说海天集团的客户 那不是我 别废话 十分钟你要赶不到 这个月工资别想要了 看看你这个月的业绩 还想不想干了 你看我干嘛 我脸上有字啊 海天集团的郑总 马上就到 你赶紧去把相关资料 准备一下 是 郑总 改天我一定亲自上门拜访 这次项目 您交给我们公司 绝对没有问题 这次项目 您交给我们公司 绝对没有问题 既然如此 那我就等这个策划方案了 好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万一出点差错 你就等着关门吧 放心 放心 你看什么呢 还不赶紧工作去 这个策划方案 要是做不好的话 你这一年的工资 就别想要了 老板 那这次的提成 总该算我的吧 你想什么呢 没有提成 而且这个月的工资被扣了 刚刚迟到五秒 你这 王副官 你凭什么扣我工资 就凭我是你老板 这年头啊 最不缺的就是廉价的民工 你们哪 都只是我赚钱的工具罢了 我不仅要扣你这个月的工资 你以后每个月的工资 我都会减百分之二十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抱歉王总 我没有拦住这位小姐 去去去去 周先生 哦 我们今天加快办理完了手续 因为你地址写的是这儿 所以我就给你送过来了 因为你地址写的是这儿 所以我就给你送过来了 你是真的呀 周先生你干嘛 周生 这是公司 别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给我带到这里 你干什么呢 我要 涨房租 你发什么疯 你说涨多少好呢 涨百分之二十好 周先生 你也太心善了吧 才涨百分之二十 这年头最不缺的就是 来租哈堡大厦的老板 他们呢 都是替你赚钱的 刚刚我都听到了 替你报仇 我呀 下次再过来的话 就是以房东的身份 你呀还是赶紧准备好房租吧 我的大老板 那个 你等我一下 我房展正往哪了 我帮你拿 以后 再也不用穿你王福贵发的破宫装了 你要做什么 我来拿这个 在我调查清楚这个东西是真是假之前 谁也别想带走 你要做什么 我来拿这个 在我调查清楚这个东西是真是假之前 谁也别想带走 可是这样是不对的 这是周先生的东西 他做个什么东西 他只是我的一条狗 是吗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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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我不算不算 我不是东西 以后麻烦你说话就一点啊 拜拜 不让我好过 你们谁都别好过 帮我一个忙 我要一个人死 那 要我完成 是这个世界疯了 还是我疯了 你在说什么呢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怎么 你今天不想见到我 怎么 你今天不想见到我 你今天不想见到我 七小孩 太好 你别忘了 你就拿完了 可疑 啊 喂 你别忘了 我叫正家男 大小姐 你应该回家了 老太太已经没有耐心了 你别总来烦我 我还没玩够呢 你为什么对一个穷小子 这么在意呢 你别打他主意啊 不然我会放过你 不敢 不敢 都说大赢隐于事 摆下整栋哈堡大厦 就跟看白菜萝卜一样 如此气度 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二代领军人物 互联网新贵 还是华尔街金融大鳄 他把身份藏都给你过来